大家好,这里是一球,欢迎来到今天的新闻数字第九期 我们目前为止在第六,三战全胜即九分 我们现在还是赶紧去优酷抽个数字吧 我们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呢,一共有59条评论 让我们看会数字几 11 谢谢这位朋友,最后那天 向我们买伊斯科 84的数值,72的速度 他已经黑号一次了,现在是不知道88还是90啊 他有四颗星的SKUM,三颗星的弱势角 我们试试看看他怎么样了 我们把阵型调到433-4吧 翼甲和西甲稍微混搭一下 左边是翼甲,右边是西甲 然后正好伊斯科呢,和罗伯特呢都能上来 前面林耶德和约蒂奇也能登场 这张不逢是租借的嘛 合同已经到期了,我们可以把它卖掉了 我们换到这位门匠吧 来自翼甲的一个门匠 是为了大化学能用就行吧 碰到对手一套全阿根廷的阵容 不多见特雷兹,还挺有意思的 我们看看比赛建成吧 里玛丽亚 约瑞蒂奇,就在后卫身上了 陈耶德,终于进球了,40分钟,1-0 伊斯科,还是不进了 这一刹那间射了两脚门 啊,这手退了 伊斯科表现还不错,有一个进球 还有一次助攻呢 感觉踢得还不错 Youtube我们录这期节目上 一共有27条评论 我们用这个软件随机抽一个 没法用,再一次 好了,这名观众叫做MAT Check吗 非常感谢你 他选的是3 3的话呢,就是进入征招模式 让我们进入征招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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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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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场防守稍微薄一点 一步虽然慢啊 跑的位置还不错 C罗踢边上太浪费了 我都忘了我C罗认识了 普罗莫斯模型太差 差一点就被后卫出门线拦下来 后卫无处不在 第一场比赛有惊有险的还是赢下来 这条阵型还是有缺陷 进攻和防守的时候梯度都不是太好 而且两个边前卫 进攻的时候有时候找不太到 防守的时候也不一定能看见他们 他有43221 没有C罗也没有梅西 前面是桑切斯和哈扎 哈扎尔还是非常不错的 沃尔科特 温多比一 漂亮 没人防守啊 一步 漂亮 这球有点运气成分 传宗反正我的理论就都是懵的 没想到中间这么多人 最后就能到一步这个脑袋上 顶得还挺好 看着马迪哥的问题在哪儿 看着马迪哥的风签 EN一般的尽管 看看马迪哥的面子 你们倒上来 旁边的机会 在那里 还是预复的 所以太美了 旁边的面子 然后统面子 暗门 3-010分,葵茲曼斯,葵茲曼斯全场就近1个球,2个助攻 3-010分,葵茲曼斯全onas,葵茲曼斯全场是准复的手cyj小绽生,啦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场比赛延迟的非常厉害 身份速度虽然很多 但是转换力低 最后4比3还是输掉 两个卡包 一个35k 一个7500吧 一般 希望能开出来这么有用的队员吧 我该怎么希望呢 都没有什么用 第二张卡也没有什么有用的 最高的80 别后卫几乎还用不了 速度太慢了 太烂了 卡也两个卡包也没什么有用的队员 可能他算一个吧 他可能算一个有用的 可以 来其他右边后卫 第二套阵容 换成434吧 换回这套英超阵容 卢卡库领先风险 然后热苏斯提前腰试试 其他其实位置没有做太多变化 就是把新抽到这个 阿斯纳右边后卫放到左边 提左边后卫 有苏斯1比0 好球啊 卢卡斯竟然顶了我个头球 马内轻松2比1 阿斯纳右边 今日 bonds胜输 还是手冰赚 有卫gi swim 色高 生OG 靠 faisait 这场比赛比赛最好是巴克利 巴克利干了什么 两个助攻 跑马赛亚7 317 非常感谢 然后你现在可以挑一个数字 跑马赛亚7说买德赫亚 看钱够不够 德赫亚已经加到这套阵容里了 我们下场比赛还是用这套英超阵容吧 数值就不介绍 大家没用过的 大家没用过的 大家尽量用一下试试 应该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UT里前三的门将吧 肯定没有说诺伊尔德赫亚 再加上法尔曼和库尔图瓦说不太好 库尔图瓦也不错 德赫亚感觉有时候会做一些更神级的普及 在第六碰到一套非常不错的西甲这种 斯法雷兹 阿斯帕斯 德赫亚已经立功了 普卡布 若苏斯 哇 队外门将疯 嗯 若苏进吧 又卡了 又被人家扑了 但好好弹到若苏脚下 三次绝佳的机会 直接的一个球 你不知道我去哪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 才发现打算给他什么牌 我看 红板 耶 太好了 拜拜 古卡库 2比0 嗯 牛河 一边 马内 三比 三比 这后卫从铲完球到起身速度也太快了 感觉从电视时间谈点一样 又一张红盘 哥丁 拜拜 卡库 4比1 对面没后卫 也不能赖他 最好二路卡库 对面到后来实在没后卫 我们现在计时八个积分 再平一场就可以升到第五了 好了 那我们这期幸运数字 就先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继续多多留言 来帮助我们完成下一期的节目 就是另外如果 你是SBOSS玩家呢 手里金币富裕的话呢 可以考虑捐赠我一些 可以换取抽奖机会 如果你希望捐赠的话 可以私下联系我 好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